去年4月19日孫力军是被立案调查 10天之后4月29日傅政华卸任司法部长 那么这次呢是孙力军9月30日被双开 两天之后10月2日傅政华被立案调查 这俩人出事他走连在一块 那时间上是个前后脚 但这两个大员垮台正抗效应非常强烈 对孙力军的通报措辞极其严厉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而傅政华呢本来就是恶名昭著 所以他的垮台不但提起了维权人士 维权律师 艺人士他们的这个高声叫好 也引起了很多警察 为这件事叫好 你说这也是没有先例的 同样一个人垮台 提起了对立的两方 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和警察 他们同声叫好 这是极其罕见的 当然这并不表示 习近平好像就要纠正过去的错误了 要平反冤家要错案了 要推行法治了 那当然没这个意思 因为傅政华毕竟他都是秉承上议或者是迎合上议 但因为当局黑箱作业他并没有讲清楚这两个人落马这被打倒的真实原因具体情有他没交代 所以你也很难对习近平这么做 他想达到什么目的 做出特别这个准确的判断 那我们只能去分析去推测 当然他是想牢牢的掌握刀把子 那这次事出了之后呢 司法部也开会 再次强调讲政治 再次强调要讲忠诚 可是话要说回来 你说傅政华算成周永康的死党 对习近平不忠诚 这个都不再讲到过去 因为我们都还记得嘛 那就是2012年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出了那场离奇的车祸 当时令计划就求助于周永康 掩盖现场封锁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傅政华呢 也是参与其事的 而周永康叫傅政华 不要把这些事告诉别人 可是傅政华转身就告诉了胡锦涛 告诉了习近平 那就说明他还是忠于总书记的 并不是你周永康的死党 再加上后来习近平要整肃 周永康的时候成立专案组 还有这个傅政华来来做主导做报告 那么这么说起来 你这个傅政华在政治上 在忠诚度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这还是把他搞下来 那么说明其实习近平呢 他是更需要的是换上自己的人 换上习家军 因为习家军他是敌人不多 原来的资历潜案关系不高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掉到要害部门 所以他对原来的那些官员呢 只要表示效忠的 他还是用 但是用呢他并不相信你 而且有机会呢 他还是要把你换掉 换成他自己的习家军 嗯